即使只有一根弦 依然可以譜出動人的樂章 即使只有一顆氣球 依然可以帶你到 很遠很高的地方 即使這個家不一定華麗 但是我們 愛上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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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學了 是的 小朋友呢 家長們最傷腦筋的就是 心收不回來 對啊 外在的那麼多好玩的 然後也很刺激的 都不專心 這怎麼專心呢 怎麼可能變成賈博士 可以啊... 不專心也可以變成賈博士 還是有一些伯母 真的嗎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有邀請專家來教 小朋友怎麼可以專心來學習的 才是有創造力的第一步 對 要做一個未來的賈博士 好 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我們今天邀請的就是 來自印尼的丁安妮 大家好 歡迎 丁安妮 來自印尼 育有一個小孩 第二位也是來自印尼的 LV 大家好 我是LV 大家好 歡迎 LV 來自印尼育有兩個小孩 好 好 這邊是我們新住民的姐妹們 他們家裡有兩個寶貝的 有三個寶貝的 有三個 有一男一女 有全部女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問題 對啊 在我們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美麗人妻 美麗人妻 我的好朋友 好 美麗人妻 熊佳姐好 謝謝 熊佳姐 知名演員李羅的交妻 好 來 第二位 也是我們的老朋友啦 對 我們的博士 兒童職能治療專家 王洪哲 王博士 大家好 大家好 王洪哲 兒童試能治療專家 知名兒童領袖中心執行長 然後呢 第三位 很少上節目 但是呢 就是為我們節目來上 對 真的 我們節目有中的 讚... 專門寫書 親子教育的專家 寫了很多 啾啾媽咪 很有名的 這個彭菊仙 彭老師 彭老師好 大家好 好 歡迎 好 第一步啦 我們就來看看說 你們家的小孩子 到底是怎麼樣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第一個聽論題是 你家的小孩的學習 手是一直錯 然後記不住又跟不上 佳姐也會這樣嗎 我們家兒子 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她姐姐小時候是念那個 就是中英文就是雙語的幼稚園 所以我們就想說 把弟弟也送去 因為姐姐適應得非常好 那弟弟送去就糟糕了 因為第一個進去 因為姐姐適應得很好 回來都沒有哭 而且一直唱英文歌 然後什麼 就什麼Go to school 什麼就回來一直講 我們就覺得 這幼稚園很棒很好 把弟弟送去就完蛋了 反正都是我們兩個製造的 應該是一樣的 一樣 就不一樣 因為去那邊弟弟他 那個中極醫生外景醫師的課程 他是完全不能說過語 所以他就是鴨子聽雷 然後剛進去的時候 都完全聽不懂 他去學校半年多之後 有一個親師會 媽媽可以去學校 看小朋友的情況 我兒子就聽的 就是我就看我兒子 所有的小朋友都舉手說 好 選我...老師 我要回答 可是我兒子就這樣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真的嗎 我是整個冒冷汗 我想說他這半年 不知道在上什麼課 我想說他都不會 然後我就趕快啊 就跟老師說 妳很擔心對不對 對 我就很擔心 我就跟老師講說 那是不是以後那個 英文的課本 然後英文的CD 可以帶回家 對 我都帶回來 我自己就是可以在家 複習一遍 然後再帶去學校的時候 雖然就是你會發現 他的程度可能不到十分 可能那些孩子可能 很厲害的聽到十分 流利的英語對大 可是我的 我兒子我也大概知道 我回去問他 你今天教什麼 他大概會跟我講到五六分 我大概就是從他的書上 回來看到五六分 我覺得家長在家裡面 還是要幫孩子複習 是 所以妳也要辛苦一點 對 我們問安妮好了 妳小孩子會這樣嗎 目前是還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 他國小的時候 我怕他跟不上英文 然後我就是給他補習 就是已經一年級 我給他補英文 就是... 就是不會怕他 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就是 跟不上其他的小朋友 對... 所以妳們家小朋友補習 補起來 不會像家姐她們家小朋友 越補越大動 可是他很用心啊 他很用心要來自己 也要講一台補習 對 他剛開始他不要補習 因為我就是要真的很擔心 就是語言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嘛 就是...我那時候避他 然後現在就是說 他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術寫 但是我覺得術寫不需要 他跟我說 媽咪 但是我很喜歡術寫 我術寫還是布啊 但是這樣子 好 就是安妮 Ele呢 學習其實就不會跟不上 問題是我兩個小孩 老大老二的動作很慢 好 這個問題都讓我很偷偷 對 比如呢 從早上起床 我已經很早就起來 就偷偷來 那熱氣很慢對不對 對 都是很慢 有可能是一床 我自己也是這樣問 自己也很慢對不對 對 而且... 很早就起來了 就大概六點半都起來 只是在上面煎魚滾來滾去 對 煎魚 就是... 烤肉... 動作很慢動作就是了 摸東摸西這樣子 對 好 那你呢 我女兒比較不會 我兒子在國小的時候 其實老師都說我是 直升機媽媽 就跟在旁邊 從一年級 我們一年級到四年級 每一個字我就跟在後面 然後呢 又是 就寫完馬上擦掉手線 對 我也是 就是跟在旁邊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 他剛開始學寫字的時候 你一定要寫得工整 要寫得像那種印刷出來 否則他以後長大 就給你亂信心 然後真的很辛苦 是 那我覺得說這個方式 當然剛開始是OK的 等到他大一點 真的不能這樣子 對 他會沒有信心 都一直在等著媽媽 媽媽這樣好了嗎 就一直等我 媽媽這樣可以了嗎 變成依賴了 其實因為我小孩子三個 都已經經過那個小學階段 我三個一個國中 然後兩個小學 其實我覺得像提倡媽媽 不是不可當 而是怎麼當喔 因為其實小朋友 他每一個寫個字 你就很緊張 在那邊緊迫叮人 他會覺得壓力很大 而且他會對寫字這個事情 從小一開始就很排斥 接著呢 他會對功課整個排斥 所以我建議是 不是不可擦 而是我們怎麼去定時間 譬如說小孩子可能寫了一行 一開始一入學寫了一行 我們檢查一次 那你覺得不好 就讓他寫完之後 我們再來檢查 可是這個問題 我兒子曾經問過我耶 他說媽 妳要不要邊看邊擦 不然我整個都寫完了 妳再看一遍 然後全部再擦掉一遍 這樣很麻煩 其實這個可以看孩子的 可以看孩子的個性 據我所... 我自己的孩子來講的話 他們都很不喜歡妳在旁邊 緊迫叮人的那種感覺 其實是滿建議說 我們可以設比較細的檢查點 比較細的檢查點 那等到孩子他的成熟度 有提升了 然後他的寫字工整度也提升 你可能兩行 再來是半夜或是一夜 或是開始以整個功課檢查一次 那這可能是你要循序漸進 還有剛才提到那個動作很慢 其實你要知道小一的孩子 他是沒有時間觀念的 他的腦海裡就是只想玩 他很怕沒有時間玩 那所以我建議 因為小一開始慢慢會 大概小二會學時鐘 小二會學時鐘 但小一很多孩子 已經會看時鐘了 所以不妨就是我們來 讓他感受一下時間的流逝 那王博士呢 其實...剛才講的 重複錯這個概念 跟蝦皮擦媽媽 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你看像立產的小朋友 已經跟他講說 媽媽 可不可以我邊寫一個 你就擦一個 你不要等到我寫完 你再整面擦 他對自己寫字 都已經沒有信心了你知道嗎 他很怕被你整面擦 所以他才變成 希望你一格一格來擦 那這樣子的 這樣的學習態度 就會越來越被動 台灣媽媽是在... 台灣媽媽是在盯 那個字體的漂亮 可是在國外的媽媽 他們其實放得很鬆 可是他們不是不盯 他們盯的是那些 東西幫媽媽 對小孩學習要求大不同 一是什麼 拍手 2 4 5耳朵 3 4 開腳 好 2 1 3 2 2 1 3 還不錯 1 2 3 1 2 3 3 1 2 3 1 2 1 3 1 4 1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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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2 3 2 2 3 3 可是在國外的媽媽 他們其實放得很鬆 可是他們不是不盯 他們盯的是那些作織 寫織的姿勢 有沒有專心等等這些事情 你看 那東西幫注意在 就是在注意小朋友學習上面的點 是不一樣的 是 那一二年級的小朋友 才剛從幼稚園這個年齡升上來 他剛從很多很多的聽覺學習 因為幼稚園很多都是 律動啊 聽唱啊等等啊 要轉成小一的時候的視覺學習 再加上要寫字等等這一件事情 那他總是要有一些 適應的時間嘛 可是很多媽媽會過於緊張 過於擔心 一開始的時候就緊迫丁人 就會養成孩子很被動的習慣 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覺得很多小孩子 很需要成就感 如果我們都忘記說 因為其實我們去看 一年級孩子的字 大部分真的都很醜 所以我們很難 我們很容易忘記去稱讚他們 我很見 就是很支持 就是王博士他所提的就是說 這個字的成果 我們先放一邊 而是他對自己的要求跟自律性 這一點是很長遠的 這個是反而是很常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對 那在臨床上面 我們常常在... 在跟家長在諮詢的時候 常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重覆錯 很多媽媽其實常常跟我們講說 那個插了好幾遍 教了好幾遍 但是考試還是考不出來 怎麼考還是怎麼錯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 我常常都會直接吐槽 來我門診的媽媽說 因為那個字是你學到 不是他學到啊 對... 變成媽媽學到了 對 因為你平常 就算那個很難的字的時候 都是媽媽在練字 原來我的字是這樣寫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對 我們終於找到答案 而且媽媽有時候覺得說 會了 他自己會了 然後他其實忘記小朋友 小朋友還不會 對 那只是要... 只是要為了要應付 教一個漂亮的字出去 得到假上上 是 這樣子 那這個專注力要怎麼培養 有沒有平常一些小東西 有一個小遊戲可以來搞一搞 讓小朋友再輕鬆一點 比較專注 來一個專注力的小遊戲好不好 現場大家都可以一起做 我們等一下呢 如果聽到一的話 大家是拍手 一的話就拍手 對 然後二的話是 把手放在耳朵上面 對 三的話 是把你的手拍腳 OK 來 我們複習一次 一是什麼 拍手 二是 五耳朵 三是 拍腳 OK 好像看起來都很簡單 那我們先來練習一遍好不好 專注 不要吵 某人哥 妳昨天有睡飽嗎 好 二一三 二二一三 還不錯 一二三 一二三 三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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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很好啊 剛剛這個一二三三二一等等 這些遊戲就是一個刺激孩子 聽覺專注力的遊戲 這些遊戲常常玩刺激大腦的 整個CQ發展 在學校裡面就可以更專心聽 好 那還有另外一題 是 下一題 我家小孩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常規 因為姊姊她的 像她功課幾乎都是 我都不用去那個 像英文我不懂 所以妳去問 老師問完回來 就是我沒有辦法教妳 妳只能自己靠自己 考試什麼 她都一百 都考得很好 所以功課方面 我不用擔心她 可是在日常生活的常規 我就非常擔心 因為她那書包拿回來 就像一個垃圾桶一樣 因為她就是 考試卷就是不裝進去 就皺巴巴的像垃圾 然後媽媽要簽名 弄平... 然後簽名之後又... 有時候忘記簽名 就是沒有辦法交給老師 就頭很痛這樣子 一個考試卷可以搞到這麼複雜 我後來有一次 我就已經覺得說我這樣 每天有大吼的 然後也有快要抓狂了 然後罰讚的 全部都試過都沒有用 好 我有一天就冷靜下來 我就寫 如果說書包裡面又有這些東西 考試卷又不放在那個 File夾裡面 又讓我看到 一回家就在看電視的話 以後電視插頭什麼 全部都拔掉 然後妳給我寫功課 寫到八點以前 我就寫八點 然後以前 一定要交出來 否則取消 妳每個禮拜跟同學出去玩 我就放在她的桌上 那一天 就把功課寫完 有改善喔 因為她的電視 電視插頭全部都要拔掉 永遠不能看電視 我寫 永遠不能看電視 好重喔 好嚴重 對 不可以去同學家玩 這個方法行得通嗎 當然行得通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念念到 就是非常 都已經很茫然的小朋友很多 你知道嗎 所以佳姐用了一個很好的 一個示範就是說 她轉換提醒的方式 是 我平常當一個獅吼的媽媽 我放棄了婚前的氣質 以後呢 妳會發現孩子越來越被動 是 那我們就把那個什麼 家裡面的家規 白紙黑字定下來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妳要真的說到做到 包括妳的處罰 妳訂的怎樣的一個規則 等等的 沒有例外 變成說 孩子有的時候 就是殺雞儘猴一次 她反而會很謹慎 但是我們常常的給她一次機會 兩次的機會 妳要當溫柔的媽媽 結果妳後來必須要被強迫思考 子母多敗兒這件事情 是 對 就是這樣 安妮你們家的小朋友有沒有 左耳進右耳出 對 左耳邊進 所以一個也有啦 因為她喜歡 安妮女兒的興趣究竟是什麼 讓她很困擾 那她沒有最害怕的 失去的 怕失去的東西嗎 我把妳送回 那個外婆家印尼 她發現妳都沒有送去 我不要 我不要送到那個 我女兒有一次 所以她有這種好功課嗎 對 有 就有效了 有效 後來就都 也沒有挖 也沒有送我到國外去 這件事情 作詞 作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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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有沒有 一左耳進右耳出 這一個也有啦 收樂士 就是有一些DM那個 就是有花圖嘛 就是它瘦起來 然後建起來 就是說它會變成做了 你看這一個 我覺得它是做了樂士 它說這個是包包 然後它還有花圖後面 然後它的型 它還有就是... 它可以打開 但是它像做了很多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家就是很像 都是搶樂士一樣 就是這個很像 母親節它送我 然後裡面就是有很多圖片 就是有蛋糕 然後還有媽媽喜歡的賣包包 對 好可愛喔 是 好細心的小孩喔 對啊 大家都就是喜歡 就是要收一些那個DM 然後它建起來 然後就是做一些那個 然後它還有做了 它說一本書 可愛的小狗 然後桌子 就是我女兒的名字 聽我問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內容 它就是說這個它... 對 很好啊 就是要看花 然後這個是玩水 就是絲絲嘛 然後就是水就是踢 踢出來這樣子 對啊 很好喔 對... 但是妳不喜歡它 撿這些垃圾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們變成... 我們家就是很亂這樣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六指 然後我丟掉 它說不行 一定都是六指 就是這個食材... 一定是留著 留著 就是這種重班到大班 都還在六指 安妮 它現在都只有剪一些紙嘛 對不對 沒有剪寶特瓶 寶特瓶是沒有啦 沒有剪鐵罐子 妳要剪到下一個嗎 它也有 它還有那個... 裡面呢就是放小星星 然後翻滿的 然後蓋起來 然後外面它還有就是 用一些那個涼涼涼涼那一種 繞一圈這樣子 還好嘛 它有沒有剪便當回來 我覺得它現在有上二年級嘛 就是它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妳有講它 它還不聽 就不聽啊 它還是繼續做啊 那Eddie呢 我小孩從小都我送到安慶班 所以功課的問題沒有問題 可是呢 它也有英文的功課 大家都很關心英文這一塊 因為學校的... 我怕越教越亂嘛 因為我國語也沒那麼好 所以英文也不惜啊 不惜回來又功課 可是它從一年級到五年級 從來沒有自己主動寫功課 所以我每天都是要給他規定 你起床 比如說因為放假天嘛 那你住禮拜五晚上就寫 我給他規定 起床 要折棉被刷牙 吃早餐 休息一個小時 寫功課 我不會再教你了 已經五年級了 可是他從來都沒有聽 他說好 問題是沒有做到 就是要我每天撈刀才會... 後來有找辦法來改善嗎 目前還沒 目前還沒 但是我的撈刀就是辦法 撈刀了喔 對 那我們現在請老師幫我們說 怎麼找什麼辦法 我覺得可能這個就是說 你在後果這部分 沒有去想說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制裁他 滿兇的咧 對 可能就是你的兇 他會覺得煩 兇不是制裁嗎 他只是覺得煩 所以他說趕快去做 因為他覺得好撈刀 可是就是說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有兩個結果 是他自己要去承受那個自然的結果 他去教功課 沒有功課可以教老師會處罰他 那你就第一個方法就是 讓他自己去面對這個後果 我有處罰他 就是你沒有學完功課 不能玩...不能看電視 他也可以接受啊 反正就這樣啊 他就... 他可以接受不看電視可見的 沒有緊張感啊 看電視這件事情 不是他最在乎的 他一定有最在乎的事情 一定的 那他沒有最害怕的 怕失去的東西嗎 我把你送回那個外婆家 印尼 我說那邊 我家是空的 我說你住那邊 那邊有國際學校 或是我讀以前的學校也不錯啊 可是他會覺得這句話是真的嗎 對 他剛開始是真的很害怕 就會流眼淚 可是幾次下來他發現 你都沒有送去 我不要送到那個... 我女兒有一次啦 所以他有這樣做好功課嗎 對...有... 就有效了 就有效了 後來就都... 也沒有啊 也沒有送我到國外去 莉莎 你小孩子 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我覺得會耶 應該是小朋友都會啦 只是會的方向都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什麼樣的例子 什麼樣的例子 舉個例子 講最近好了 最近的話 因為我女兒是在打網球 那我記得每次我在教她的時候 就是她回家的時候 我會帶她到練習場 都會跟她說發球要怎樣 然後呢 妳現場打的時候狀況要怎樣 可是呢 到現場比賽的時候 那些講的都沒有出現 完全都是... 全部忘記了嗎 對 全部忘記了 然後上來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媽 妳講的我都知道 可是我就做不到 那我覺得說這個有時候不能怪她 有時候我們講的她都知道 她也懂 可是就做不到 她跟我說 妳講的發球要怎樣 然後呢 如何去應變 然後如何去感受那個... 那個氣氛 對 那時候妳怎麼辦 對啊 她說可是... 可是我當場下去的時候 我忘了妳講的 可是我都記得 那她這樣告訴妳 妳怎麼回應她 我跟她說 因為當場可能狀況下去 其實沒有打過的人 可能沒辦法去同理她 那我個人還滿同理孩子的 我跟她說沒關係 因為如果是媽媽下去 也會忘了 因為會緊張 那妳在打的時候 我說妳只要多練 妳就不會忘記 那因為妳練得不夠 才會忘記 我跟妳講的 那妳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們看到新助理媽媽 妳看多麼用心啊 對不對 在教育上面真的很用心 然後其實孩子跟... 跟小朋友的成長 我覺得就是教學相長 她也在觀察 父母有沒有一直在改變 這很重要 因為妳一直要求孩子改變 變成妳要的那個樣子 可是孩子同時也在觀察 媽媽啊 我在玩什麼東西 妳真的有來陪我玩嗎 這個最常... 我們最常看到的那個例子 其實就是很多的爸爸媽媽 就是在盯孩子玩... 看電視或看卡通等等那樣子 那他們只會禁止 可是我常常問那些爸爸媽媽說 那妳知道孩子在看些什麼嗎 那個內容 妳曾經陪伴過他一起看嗎等等 這個做法很重要 這個在做... 這個在教養裡面的話 其實是一種 陪伴 同理 一起成長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剛才看到新助理媽媽媽 這一點就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議題 很多孩子會左耳進 右耳出 讓家長非常非常的無奈 這一型的小朋友 通常是屬於比較... 不愛思考 生活比較散漫的那一型 那本來就一堆孩子的天生氣質 就是浪漫型的嘛 對 上一節我們有講過 對啊 那這個... 這個方向的話 其實還是有一些大腦遊戲 其實是可以來玩的 來 我們考試的時間又到了 再來... 紅子哥不要躲 對 來 我們3要多少會加成10 7 4呢 6 7呢 3 很好 那妳等一下看到 我比3個手勢 妳就把它這3個數字 加成10的數字也講出來 譬如說我比... 妳要講多少 好... 好 來喔 我比2、7、4 妳就要講8、3、6 沒錯 好 刺激孩子思考 刺激孩子思考 不要讓他天生浪漫這件事情 帶到學習裡面去 好 來 注意看喔 8... 8、6、4 客人應該不錯喔 不是只有一題而已啦 3、7、3 3、7、3 很好 OK 在家裡面 你看 趁著禮拜六禮拜天 就可以跟妳的天真浪漫 左耳進右耳出的孩子 一起玩遊戲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題 妳家小孩握筆姿勢正確嗎 喜歡勞作嗎 我們家小朋友 老二啊 他的握筆姿勢就是不太正確 像三隻手指頭嘛 要握一隻筆 可是我那個老二啊 他在握筆的時候 他是兩隻手指頭 然後另外一隻手指頭 是握拳狀 所以他是這樣子在握筆 所以是他很... 就是我已經就是陪他寫很久 可能是跟他小時候有關係 因為姊姊小時候 在學寫字的時候 都是大筆 彩色筆或三角筆 可是小的 他姊姊的書桌上面很多筆 他很小的時候 就看他姊姊在畫畫 在拿自動鉛筆 在拿那種細筆 所以他就是隨便就拿了就畫 然後跟姊姊一起畫 然後他們兩個 那時候在畫的時候還小 我就沒有太管 可是到現在 真正要學習正確握筆的時候 他就已經變成這樣 兩隻手在拿筆 然後我說 那你第三隻手指頭要... 對 要就是頂住那個筆 要不然你寫字你會很用力 然後你就寫不久 就很痠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隻手 我就陪他一起寫這樣子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改 好像已經定型了 對啊 所以就很傷腦筋 那他有喜歡做勞作嗎 我兒子女兒都很喜歡做勞作 就是我女兒 對 今天帶來的 就是他們做的 其實是對的 問題是他很用力 用力到現在五年級 注意會... 他這邊的路都會變硬硬 都好像我在打掃出的那個 五年級就長簡了 對 我說 妳讀書讀那麼辛苦 小朋友寫不久 應該很快就比較寫 是不是 不是我給他讀功力的問題 因為... 不是說功力 跟功力沒關係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那她有喜歡做勞作嗎 我兒子女兒都很喜歡做勞作 就是我女兒 對 今天帶來的 就是她們做的 我們從小就是跟她們玩在一起 像她這個積木是樂高嘛 這兩個是樂高 那我女兒她每一次啊 就是考試考得好的話 她就會說 媽媽 我們要去買樂高 因為她從小快樂的記憶 就是我在陪她玩樂高 這是姊姊 這是姊姊 對 妳現在已經是達人了嗎 對 我覺得姊姊是達人 可是弟弟她不愛 她就不愛做這些 她反而就是喜歡數學 例如說我們去每個停車場停車 她就會看 這一個小時是30塊 那兩個小時不用10塊 她開始會算了 她就會開始算 然後這一個停車場100塊 媽媽這裡比較貴 然後這裡比較便宜 然後停幾個小時 我們以後都來這裡停 華詠勳也不會很會做勞作啊 對啦 對不對 安妮 我們問安妮好了 就是她寫握筆的時候 筆是往前面喔 不是往後面 就是這樣子 就是... 那是這樣子 就是手就是很低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就把家... 對 就是那個筆就是往前這樣子 然後目前到現在 就是我也買給她那個握筆記 如果用握筆記的話 就是可以正確 但是如果我沒有注意到她 她還是開始這樣子 這樣寫得出之來嗎 寫得出來嗎 她就是如果她寫這樣子 她說說媽咪 我受很痠了 因為妳的寫法是不對的 我跟她說這樣子 現在小朋友還是有這種問題 對 還是有 那Alvin呢 我老大姿勢是對的 問題是她很用力 用力到現在五年級 注意會... 她這邊的路都會變硬硬 長點啊 都好像我在打掃處的那個 五年級就長點啦 對 我說妳讀書讀那麼辛苦喔 妹妹 我說很正確喔 拿得沒有錯 然後問題是她很用力 她一支筆 可能是用不到幾天吧 就是因為太用力就會斷掉 筆會斷掉 會很用力 她有那個寶菊公嗎 她這裡都會硬硬的 會長那個... 長繭啊 對 長繭 老二是因為賭功力嘛 我們外企做媽媽有優惠嘛 我就...反正快樂 幼稚園不需要那麼的辛苦 讓她快樂玩就好 然後政府規定說 大班才可以拿... 寫字 那現在我都開始困擾了 為什麼 我現在開始... 暑假就是叫她寫波波嘛 因為要念小學了 結果咧 她拿也對 鼻拿得對...手都這樣 妹妹 誰叫妳這樣 她順底也是對的喔 很正確 可是她就這樣 手就這樣 這樣很奇怪 很奇怪 這樣子小朋友寫不久 應該很快就不想寫 是不是我給她讀功力的問題 因為這其實不是讀功力 跟功力沒關係 趕快打叉叉說 這跟功力勢力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讓孩子... 因為太少拿筆 所以手會不對 所以大班 大概兩、三個月才開始拿筆 比以前只有花花嗎 她說 我問我老公 為什麼妳女兒是這樣寫 是不是老師都沒有這樣 那是妳女兒的問題啦 也不可能說 沒關係 媽媽來啊 一年級應該會比較好 好 那麗產呢 應該跟功力鼓勵沒... 那個私力沒關係 我們家也是讀功力的啊 那我... 其實我們小時候 就有用那個... 也用調整 對 那個調整 我們為了讓她喜歡握筆 買了各種形狀 各種顏色 後來是裝飾用啦 對 因為她是用左手... 左手寫字 不是右手 那...在幼稚園的時候 老師就幫她換成右手 所以到現在她就跟我說 媽 妳為什麼要換我成右手 我到時... 當初如果左手一直寫到現在 我就很酷了 拿筆上面 其實很多很多的爸媽媽 會很傷腦筋 其實在我們的書裡面 其實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圖 就是一個孕比的一個... 一個年齡的一個發展 其實剛才講的 很多媽媽講的那個 不正確孕比知識 都是三歲前耶 對啊 所以你的孩子如果大於三歲 對 妳的孩子如果已經比較大了 他應該就比較有正確的 孕比的一個知識 那孕比是很多 孩子學習上面的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今天好像應該要來教一下 怎麼樣好好拿筆對不對 好 我們請王博士來給我們示範一下 什麼是握筆器 孕比是很多爸媽媽 在教孩子寫字很頭痛的一件事情 那有很多孩子為了要寫好字 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識 包括剛才講的 筆尖朝內 所以筆尖第一個一定要朝外 要教孩子筆尖要朝外 手往...這個整個手的頑部 一定要上台 對 大概0到30度左右 對 然後在寫的時候 三隻手指頭一定要分開 不可以疊在一起 是 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成人 連大人啊 寫字的時候都這個 大拇指都會疊得這樣很緊 是 那你寫字就會發現很多小朋友 寫字很易 很大力等等 好像在刻板書等等 這樣一大的問題 還往小朋友寫到都長繭了 小朋友年紀 其實這個非常好處理 那小一的小朋友 的確我們會建議 如果寫字真的很難練的話 會從三角筆線開始練 這沒有錯 因為三角形的筆 就可以把你的三隻手指頭 放在三個不同的平面上面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 握筆器也要選得對 因為很多人在用握筆器的時候 買那個很小的那個握筆器 對 然後到書店買 沒有用啊 小朋友拿這些握筆器的時候 他會把握筆器整個包在手掌裡面 那這樣有握跟沒握是一樣 真的是這樣 所以有一些治療型的握筆器 像這個是比較大的握筆器 我們就會請小朋友 把大拇指 食指跟中指 放在三個不一樣的平面 然後這裡又胖嘟嘟的 可以把它這裡 這個整個的這個虎口把它分開 那孩子寫字的姿勢就會正確 所以有時候 不是選那個很小 越筋小 然後你又怕說很重 會不會小朋友的姿勢 不會被調到 就是你會選越小 其實那是越不對的概念 其實這是治療型的握筆器 這個東西對小朋友 是比較有幫助的 不能先可愛 不能買太小了 沒錯 對 那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常常也在家庭活動裡面 建議寫功課之前 先讓手指頭的肌肉先暖暖身 那怎麼暖身呢 其實有筆的話可以跟著我 這樣子做 拿著筆這樣子爬 爬前爬後 有沒有看到 不是喔 對 洪文哥你可以做一次 就是這樣以前以後 然後看會不會這樣 很好啊 對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先做一些這些小的 來 小桃 來 我們來做一下 對 這樣以前 以前 以後 對 好 這樣前前後後 等等我們叫做 螞蟻上述的一個小遊戲 對 那這個活動多做了以後 再下去寫功課 他的手掌的小肌肉 就已經準備好啦 才不會在一個 沒準備好的狀態之下 然後還要去寫 所以正確的就是這樣子 對 就可以正確的這樣做 那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手指搖的小遊戲 來 我們把手指頭 我們一起來吧 好像照相機一樣 對 食指跟大拇指接在一起 等一下這樣子來爬樓梯 對 有一個地方一定不能分開 一直爬 對 這樣照相機一起做 等一下 我想一下 不可以分開喔 對 然後越來越順 對 好 這樣子的話 那你也可以加進 你也可以用大拇指跟中指一起玩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寫功課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到三隻手指頭 對 這樣一直爬樓梯 這樣子 再下去寫功課 來 跟師傅打一個手印板 可以 可以耶 其實我們... 其實這個還滿簡單 對 很簡單 你的孩子只要上了小一小二 或者是功課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發現他每次都有拖拖拉拉 寫不完的問題的時候 都來玩一下這些手指搖的小人 好 謝謝... 謝謝佳潔 謝謝 謝謝 好 剛剛人家說 三歲 看看牢 其實有一點意思耶 好 三歲以前 臥筆的資深影響到大腦的發展 勞作啊 什麼的 小時候做勞作 到底呢 有什麼好處 要怎麼做勞作 怎麼理解這件事 洪老師 其實小孩子他有很多感動 他不只是想要用說的 你看小孩子常自言自語在玩東西 他就是在做一個社會化的練習 跟複習 但是他看到怎麼樣 有很感動的時候 他其實很想畫下來 或用一些零組件 我所謂零組件 不一定是指積木 那當然積木是最好 最方便的一個玩具 把它拚出來 好 比如說小朋友 男生來講 他一定會拚火車 甚至小朋友會... 不會去用我們大人定義 去看待任何事物 譬如說小孩子他想要玩火車 他可能把幾個椅子拚起來 他就覺得是一個火車 他不會覺得那個是椅子 他是認為可以表現 他的感動的一個零組件 所以有時候小朋友 需要的很多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收集下來 那在我們家就是 有很多個大箱子 他們常常會像搜破爛一樣 所以我剛剛還滿感動安妮媽媽 她剛才那個主持人有說 有沒有搜寶特瓶 我們家小孩是有搜寶特瓶 對 就像每天這樣撿破爛一樣 三、四天就發現說 他用一個寶特瓶就做出一個瓶中船 做出來什麼 瓶中船啊 對 我沒有秀出來啦 但是就是說 他做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才知道說 那是他的感動 那是他心裡的感動 有一次我看到他用小的那個 吃藥的小杯子 就不知道拚一拚跟木筷子 就做了一個摩托車 那時候才四歲 四歲就做得出來啦 對 他就是用 他的影像的一個copy的能力呢 已經在那裡的一個影像 然後他就想要去把他這個感動 表現出來 所以我就發現說 小孩子的靈感跟這個媒材 是要沒有距離的 否則他的靈感秀出來的時候 你沒有媒材 他可能就... 沒辦法表達 對 就消失了 董老師 妳給我們看 說說這個照片 他們那一天就是自己編了一齣戲 然後要我跟爸爸兩個當觀眾 對 然後今年呢 我就讓他們這樣子玩 所以我也放了很多像是 他們要放什麼道具啊 面具啊 披風 我就讓他們去放 然後他們要玩的時候 他們要演戲 他們就直接拿來運用 那今年他們三個人 就開始自己拍電影 對 玩到最後是自己開始拍電影 自己剪接 這個就是他們看那個 星球崛起之後 然後呢 小朋友好喜歡原類 對 他就開始想要 找家裡的媒材來做 他發現說家裡有毛線 然後他就開始去設計這個原類 對 他就開始去研究紅毛猩猩 金剛猩猩跟黑猩猩 然後還有就是 他們譬如說看了三國演藝之後 男孩子很喜歡戰爭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開始去研究中國武器 其實男生是很想要當英雄的 想要當英雄的這個因素 會爆發很多他們創作的這個靈感 所以他們就想要做各種的武器 然後就開始上網去查 中國的武器有哪一些 然後就把所有中國武器 全部都做出來了 然後發現說 如果當下他找不到這些媒材 因為我放了很多這種亮片的膠帶啦 他其實他們不是很喜歡玩 這種人家設計好的東西 譬如說設計好的樂高 或設計好的積木 他們會覺得 甚至對他的創造原創力 是一種限制 當然我不是說一定不可以玩 而是說小孩子從這樣子一個 那個設計的東西的零組件 一直玩完到最後 他可以把所有的生活東西 都放進來 那時候是他們發揮原創的 百分之百的原創的一種表現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如果孩子要有創作力 不妨就讓一個家裡面 放一些箱子 讓他們去蒐集各種媒材 他喜歡畫畫 他一回到家 他坐下來就有紙 就有筆 他會自己去環境裡面搜尋 其實以蒙特索里的眼光來看 孩子是跟環境談戀愛的 他想要表現的東西 他會不斷在環境裡面 看看有沒有他要的 他就會找到 找到之後他就會去創作 那他的題材 也是從環境裡面去搜尋 譬如說這個撲克牌是 他哥哥開始玩魔術之後 他覺得哥哥很缺撲克牌 他就開始一張一張的畫 這個是畫出來的 這個是畫出來的 我一看我還不知道 是不是畫出來的耶 54張耶 對 而且他做了一個盒子 就送給哥哥說你以後用這個 當然孩子很天真 那個真的不能變魔術 但是你會看到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靈感 因為他從環境裡面 看到了一個創作的題材 那我覺得很感動是 小孩子真的像蒙特索里所說的 他是跟環境在談戀愛的 是 所以反而準備好了 那這個是我們家老三 那因為他很想養一隻綠獵蜥 但是綠獵蜥是外來種 那你養的話 一年就會長到七八十公分 所以很多人養到一年兩年之後 一地方放棄養 所以保育員就跟我們說 你最好不要去養這種動物 可是我們家老三好想養 想的那個動機跟那個心意呢 就會驅使他 不只畫 做出來 他就做了一隻綠獵蜥 就是模型喔 對 它就用硬紙板 他就去找家裡綠色的紙 那很快我們家到處都是 就是那個櫃子打開來 不是 就是各種紙張 各種沒材的紙 我都是放在一個箱子裡 他會去翻 這個紙他覺得很像綠獵蜥的顏色 他就會把它運用起來 然後做出他很心目中 很想要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就是個原創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他想要的 不是人家設計好的東西 那這個是他們看阿凡達之後 小男生都想當神射手 好可愛喔 就會放學的路上 就開始去剪樹枝 然後去剪那個曲線 非常漂亮的樹枝 然後就開始自己去設計 那是他自己做的 對 真的滿強的 對 那小朋友的創意來源 就是讓他在生活裡面 多去看 多去經典 所以老師很鼓勵小朋友 接觸那個自然的東西 對 還有一點我會覺得說 在孩子還沒有機會去接觸到電... 就是說數位產品跟電子產品之前 那我們盡量延後 因為這個世界太有趣了 可以探索的部分太多了 可是一旦孩子跳過這些 像我們小時候都在爬樹啊 對 跳過這些他馬上去玩電玩 真的 所有的吸引力 就在電玩了 因為電玩太忙了 還有王布斯 都已經開始滑了怎麼辦 對啊 還是可以透過這些經驗 讓你的生活變得有趣啊 第一個 如果你已經開始在使用電子產品了 我們最怕的就是干擾 要找到這些孩子的創意 因為他在玩人家設計的東西 可是你看彭老師的三個小男孩 他玩自己設計的東西 他必須要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去變出來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 我在教的小朋友玩一個遊戲 你就這些東西啦 對啊 那裡面可能有一個紙板 可能有一個木頭 對 還有一個膠帶 來 我就是要一台直升機 怎麼這麼難 很難啊 你給它兩個小時 它還是變得出來 那那個中間在那邊激盪 在那邊思考 那個東西就是創意了 但是兩個小時一樣啊 滑手機 滑平板 可以很快就過去 可是人家是在那邊 擠盡腦汁在思考哪些 我應該要怎麼樣 做出那些東西來 對 所以我們最怕的就是 台灣的孩子 因為3C發展得太快 然後所以那些創意都不見了 還有台灣的孩子都被補習 補掉了 這些創意通通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 親自手作 親自來操作 然後在很有限的 那些資源裡面的話 刺激他們的那些創意 對 是 我們啊 這個彭老師剛剛講 就是讓他在這個 最能夠跟環境談戀愛 對 環境談戀愛 跟環境... 談戀愛 然後小孩子就會有創造力 變成賈博師 是 每個小孩子都可以有機會 變成賈博師 不要怕撿回垃圾 是 然後也不要怕當裁判 因為老師把小孩子 送安親班就沒事了 這小孩子生養了 都是要跟他在一起 而且互動會有成長的 對 也要陪他們在做他們喜歡的 是啊 所以小孩生出來 我們也有成長 這個也是滿好的感覺 對啊 從再做一次小孩也不錯啊 是的 這個很好的概念 愛上這一家也謝謝 謝謝各位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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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謝謝... 謝謝...